在中国的女子博军运动员里 有一位Q女皇 龚燕丽 身高1米61 1989年生于山东何泽 她在体制内拿到了 几乎能够拿到的全部荣誉 绳散打冠军 全国散打锦标赛冠军 亚洲室内运动会冠军 首个女子公王 退役后转战武林峰 后签约勇士的荣耀 在她身上 有很多散打的影子 比如转身拳 侧踹腿 而且运用纯属 正是因为良好的武术基础 和扎实的散打功底 让她在日后的商业赛中 获得了Q女皇的美誉 由于身材不高 再加上臂展仅有一米五 功宴力多数情况下 只能贴上去打 通过连续的肌腹 迫使对手弯腰 进而攻击头部 如果对手的身材一般 实力偏弱 功宴力会压上去打 通过连续不断的重拳 击溃对手 但是遇到身材比较高 实力比较强的对手时 功宴力则会比较被动 通常是使用正灯 转身后灯 或者是侧串 控制距离 在防守中选择反击的机会 尽管如此 功宴力依然打出了 15次KO的高光表现 相对于49场的总战绩 KO率只有30% 并不算高 但在女子选手里 当属拔尖 不过在2016年8月6号 她遇到了一个 比她KO率更高 实力堪称恐怖的选手 黄金女孩 贝特伦 在进入比赛之前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这个对手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对手有多强 你就不会明白 这场比赛的意义 有多大 贝特伦 职业踢前比赛 39场 35胜 15KO 在比功宴力 少打10场的情况下 已经有了15次KO的记录 此外 三场职业拳击比赛 全部获胜 两次KO 两场综合格斗比赛 全胜 两次KO 加起来看 KO语为43% 这会让很多男子选手汗颜 同时 他是WFCA 欧洲冠军 IMTU 欧洲冠军 WCK泰拳 世界冠军 WBC泰拳 世界冠军 武林峰52公斤 世界冠军 没错 他来中国打过比赛 先后击败了KO女王 汪科涵 和散打一截 厄美迪 就拿英国选手 克里斯蒂 布里尔队来说 功严利在勇士的荣耀一 通过分歧判定 艰难的战胜了他 而贝特伦 两回合KO 这样一个选手 对任何一个 与之交战的对手来说 且不说实力上的差距 但在心理上 就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这是一场迟来的对决 原本比赛日期 定在7月2号 由于功严利生病入院 所以推迟了一个月 但迟来的对决 终究要发生 功严利赢难而上 贝特伦叙事待发 他已经八年没有输过了 上一场失利 还是在业余性质的锦标赛中 他长久的把持着世界第一 已经快找不到对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看完了这一幕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为功宴力的致命一击 感到狂喜 也为贝特伦的大义感到惋惜 不管你相不相信 承不承认 结果已摆在我们的面前 任谁也改变不了 这就是竞技体育 这就是搏击 当然竞技体育没有入过 如果有 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情况下 功宴力没有放弃 所以才有了那足以载入 中国搏击史册的致命一击 如果他放弃了 那就意味着他接受25比30的惨痛势力 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贝特伦没有放水 他很执意 他对得起全迷 即使到了最后一秒 也要进攻 这就是世界第一 贝特伦 如果他不向前 原地不动 就可以等待胜利的中方敲响 哪怕被击倒 他仍然可以获得胜利 只要他站起来 以上所有的如果和假设 但凡有一个成立 贝特伦就不会陷入短暂的失忆 功宴力也不会创造奇迹 很多人说 这是运气 凭信而论 运气的成分确实可以占到80%甚至90 但也不能否认功宴力的实力 如果实力不够 那么比赛早早的就结束了 如果技战术不行 甚至不惜搂抱犯规 那也坚持不到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 尽管贝特伦贵为世界第一 长达8年保持不败 但此前功宴力36场不败 还没有输过 在这场比赛之后 功宴力尝到了生涯首败的滋味 而从没有被KO的贝特伦选择了退役 功宴力赢了 却难掩哭泣 贝特伦输了 眼神中充满遗憾和眷恋 这场比赛的意义 远远超出了比赛本身 他全方面多角度的展现了 两个世界顶级女子搏击运动员所具备的素质 同时他也告诉后来者 不到最后一秒 不要放弃 即使最后一秒 也不要大意 女王斗 其乐无穷 本期就到这 喜欢就点个关注 转移动 转移动